戰鬥民族果然名不開傳 就連軍犬都特別勇猛 俄羅斯官媒近日公布一段短片 軍方正測試新款降落傘 能夠被散兵和軍犬一起空降到戰場 以及飛機或直升機無法著陸的地點執行任務 軍犬面對強大的風速和噪音 反應冷靜一點都不協償 俄羅斯經常出動犬隻安全部隊 投入軍事和搜救任務 新的特製散具由技術動力公司開發 給一隻重達100磅的軍犬 和一個散兵空降到戰場 或是利用特製的商人套具 給一個散兵、一個領犬員 和軍犬一起跳散 軍犬跳散的高度達到13000呎 負責測試的散兵 已經和軍犬跳過八次散 他說和軍犬一起跳散 必須非常熟悉軍犬 並且獲得他的信任 才能夠大幅減少狗仔在高空的恐懼 軍方從初期測試中發現 軍犬從數千呎的高空 也會觀察地面 嘗試用爪接觸地面 之前大家認為狗仔是看不到那麼遠的東西 目前測試進入最後階段 國防部最快明年 將會生產軍犬跳散裝備